许兰儿一家专科医院竟然提供不干净的食物 导致一名病人不小心吃下有蟑螂的食物 法庭今天判处医院必须赔偿受害者超过六万应急 另外四名曾经参与五年前总统杯足球赛的前球员 则是涉嫌在庭上给假口供 今天被控上登州法庭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四名前足球员因为在接受反弹会调查 有关操纵赛果的案件时 涉嫌做假口供 今天被控上登家楼地方法庭 二十六岁的莫哈默阿菲兹和莫哈默阿菲湛 以及另外两名二十五岁的沙菲祖丁和纳兹米 被控在二零一年六月四号 以证人的身份驻查雪兰儿彭衡和森美兰的球赛 遭操控赛果的案件时 涉嫌向反弹会官员和法庭提供假供词而被控 他们四人都不认罪 法官莫哈默阿兹哈允许四名被告 个别以三千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在五月十七号重新过堂 因为在朝圣基金局工作担任客服人员的男子万哈默 去年五月二十号到雪兰儿一家专科医院接受治疗时 在食用医院提供的食物时 竟然不小心吃到蟑螂 万哈默在去年七月三十一号入禀法庭 要求医院做出赔偿 由于这起事件造成万哈默在事后出现呕吐和发烧症状 甚至一度失去食欲和产生阴影 因此法官宣判医院必须赔偿六万七千令吉给万哈默 包括支付所有堂费 而在关单一名割交员原主 因为用四千令吉贿赂彭亨野生动物保护和国家公园局的官员 而惹上官司 二十六岁的被告莫哈默沙鲁尼战 被控在去年十一月十九号企图支付四千令吉 以说服官员释放因为犯下破坏国家公园罪 而被扣留的四名柬埔寨籍外劳 抵触二零零九年反贪会法令第十七支B条文 一旦罪成可背叛监禁不超过二十年和罚款不少过涉及款额的五倍 被告不认罪 法庭允许他以四千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 并责定案件在五月二十四号重新过堂 NTV7综合报道